就这个场景 在生活当中好多次看见 一个垂胸顿足 恨天由地的女人 我怎么老碰上白眼狼啊 我怎么老碰上这样的男人 偏偏是我呢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所以你是在哭自己的命运 你不是在哭彼此之间的情感 让我们再翻过头来听听 你最初上来说了些什么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你心里的变化 你开始是这样说的 我邀请她到河北来 她居然来了 她老来 我不过是客气一下 跟狗皮高腰一样 甩都甩不掉 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 多有优越感 但是在你哭泣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你把自己当成是一个 多么没有价值的女人 为什么前后反差会这么大 一会儿这么优越 就别人捧着你 你就觉得自己很有 你看她追我 别人只是说 我要回老家 你就马上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 因为你把自己所有的价值 都放在别人对你的互动上 别人对我好 我就是有价值的 别人烧蛋 要是对我有一点点不好 我就是没有价值的 你是一个特别自卑的人 其实你并不爱她 你只是图她的老师 否则的话 你怎么可能在描述过去的美好的时候 你脸上一点笑意都没有 你把她称之为狗皮高腰 但事实上 你跟她在一起 没有美好吗 也有 所以 三点 自己做的选择 什么后果自己吞下去 不要恨别人 第二 一段感情失败 未必代表 整个感情过程当中都是不堪 第三 自己的价值不是建立在别人身上 你我就不说什么了 你自己平衡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 这些年这个女人对你怎么样 好 愿意为她奉献就留下来 如果自己觉得这份感情 不足以让你为她妥协 那么就说声对不起 离开